要了解春眠呢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潜意识 俄罗伊德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 他说我们人的心智呢 就像是一座冰山 落在海面上呢 只是小小的一角 那就是我们的意识 隐藏在海边面底下 那更大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那意识跟潜意识呢 他们共同呢 支配着我们 但是这跟潜意识呢 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的潜意识呢 就好像一个神秘的仙境 里面住着无数的感觉跟想法 这包括了正面的想法 和负面的想法 而这神秘的仙境的入口处呢 站着一个管理员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 平时呢 这个管理员负责处理 我们接收到的讯息 因此呢 就在潜意识里面的感觉 跟想法 就无法跟外界沟通 而催眠的技巧 只是一种方法 可以让这个守门员呢 放松管制 让外界可以直接 和潜意识沟通 所以小兵和漫漫 来到了已经 思听好的催眠秀现场 而为了轻深了解 催眠的真实感受 两人决定下海体验了 再一次的 要带各位进入到催眠的状态 首先呢 请大家最 一般来说 因为每个人特质不同 进入催眠状态的时间也不一样 根据追追追小组的观察 催眠师要带大家进入催眠状态 至少需要经过十分钟的暗示 才会有效果 只是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测试者 一旦进入催眠状态后 是不是就真如大家所见的催眠秀一般 无法控制自己呢 我有朋友 我会从一数到三 刚数到三的时候 你会感觉自己回到三岁的时候 你会很想要吸你的大拇指 把大拇指放在嘴边 很好 把你吸的大拇指 感觉到很安全的感觉 满足的感觉 哇 这真的不可思议呀 为什么催眠师 只是请大伙呼吸放松 呼吸再放松 一段时间后 就会让人听从指令做事 而这些被催眠者 现在究竟 知不知道自己在冲马改嘞 眼睛放下你的手 几乎更深的催眠状态 一 二 三 放下你的大拇指 几乎更深的催眠状态 催眠简单地分成三个阶段 浅度的 中度的 更深度的 在浅度的催眠状态下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肌肉僵质的部分 例如说我们可以暗示 他你眼睛没有办法张开 他没有办法张开眼睛 甚至暗示他你全身肌肉 都没有办法移动 黏在椅子上 他没有办法展开 越用力越没有办法站起来 这是浅度的现象 就是肌肉僵质的部分 三 现在你倒下 我们将把你放到椅子上 你做得很好 非常的好 你的身体擁有无限的智慧 擁有你的力量 在你今后的每一天 你都会记住非常非常的僵硬 那中度的部分呢 我会上世记忆 比如忘记他自己的名字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不上一件 就更深更顺便的 就把我不上镜就很好 就不起来 不上镜就更深顺便的 那遗忘素质啊 遗忘姓名 体质都可以 这是中度的 你会感觉自己变成一朵花 感觉自己变成一朵花 你会感觉自己就像一朵 最美丽的玫瑰花一样 你的手背 就像玫瑰花的花瓣一样 美丽的玫瑰花 香的玫瑰花 你变成一条小鱼了 你会做出像小鱼一样子的动作出来 那深度的最重要就是幻觉 那我们又分正向幻觉跟负向幻觉 正向幻觉就是看到一些本来不存在的 明明本来看不到的 他看得到 这是正向幻觉 那负向幻觉是更深 最深的程度 安时他鞋子不见了 他怎么看 他怎么奇怪 鞋子不见 他就是认为说 他鞋子被人家拿去了 这是负向幻觉 是最深的状态 三 张开眼睛 感觉自己脚 好冰哦 你会觉得 鞋子不见了 你要把脚缩起来 觉得好冰哦 把脚缩起来 奇怪 你觉得很奇怪 怎么搞得 在催眠状态下 我们说是进入到潜意识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 他不做任何的批判 比如我们的意识 他是在做一些本能的批判 我到一个地方 就是这样好 不好 喜欢不喜欢 不断在批判 这是我们在用左脑的状态下 那催眠刚好相反 他进入到右脑状态的时候 他是不批判的 所以他很容易接受一些建议跟暗示 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呆滞 然后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鞋子 那时候真的看不到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知道我脚很冰冷 然后我就一直戳 然后我就一直四处张望 找自己的鞋子倒在哪里 感觉自己像世界拳王 好 站起来 OK 你会开始跳 感觉跳 很好 感觉跳 很好 很好 感觉自己像世界拳王一样 因为强烈的接受暗示 是催眠中最重要的现象 那藉由这个暗示跟建议呢 你的想法改变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世界改变了 你的情绪感觉就会改变了 那这感觉改变了以后 你的行为可能就会改变了 我就想到洛基 就是Rocky Bubble 就是前几天才看会不会有片子 然后突然就他一说到传奇的时候 我就想到就是他在那个 就是哪一个废城嘛 就是那个阶梯上面的那种 就是自我训练 然后跑到最上面那种过程 站起来感觉自己像世界拳王一样 站起来跟自己像岛一样 耶 原来催眠并不是一种强迫的行为 而是人在催眠状态下 会比较容易接受催眠式的暗示和指令 只是如果遇到我们不想做 或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也会无法控制呢 因为不相信 所以就不会做任何动作 我觉得有时候是还蛮清醒的 然后有时候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昏沉 就是感觉到 催眠师叫我去做那个动作 然后我也不会想去抗拒 所以我就去做那个动作 对 可以控制 对 其实都在自己一念之间 被催眠者愿意接受这个暗示 他要愿意接受 他才有办法产生这样的现象 他如果说我们做一些 违反他意愿 是道德伦理的一些不好的 他觉得不接受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催眠师 怎样的功力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任何人 催眠并不是魔术 想要让人一瞬间进入催眠状态 是不可能的哦 当我们被催眠时 事实上我们的意识人士 保持在一种清楚的状态之下 并不像传闻说的没有知觉 催眠师下的指令 如果违背我们的意愿 以及道德观 人们是不会去照做的 人被催眠之后 就算催眠师没有把你叫醒 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还是会自己醒来 经过这次催眠实验我们发解 人呢在催眠状况之下 并不会完全被催眠师所控制 还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哦 而且呢 根据催眠师的说法 其实他没有把你叫醒 你自己也会醒来的 是吗 那我怎么睡那么久 那是你自己睡着啦 那今天这样子 我们留言算是破解了吗 没错 破解 破解 妈妈 我先让你催眠一下好不好 不要 那我催眠一花了 那你催眠我